哈囉大家好我是戴儀 歡迎來到第二屆的要牌對抗賽 什麼是要牌呢 就是拿比排球中十幾倍的要球 來當排球黨 超級重的 這可以說是專門為這群聚聚們 所設計的排球比賽 如果沒有足夠激勵的話 光是要接住從高空落下的要球 那就會非常的吃力 首先呢先來介紹今天的參賽隊伍 由大H的Ray Lia所組成的天然隊 隊上由蓋依 黃世倫 范曉凡所組成的 今天為我們播報比賽的兩位主播 第一位聽證創辦人Johnny 大家好 第二位滾滾足攻台主保齡球區球大師 介紹行 動起來 規則講解 兩隊各派出三名成員進行比賽 接球員必須在接球後一步內出手 持球時間不得超過一秒 同隊傳球不得超過兩次 如果要求在自己的界內落地 則判對手得分 比賽才三戰兩勝制 誰先得到六分就能拿下一勝 現在選手已經開始熱身了 那場上的選手 Johnny應該都很熟悉吧 是的 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每一位選手有什麼樣的特色嗎 目前呢 都是TeamJohn的運動員 嗯 藍隊那邊開始好了 就是有我們的大H 他其實就是運動天分非常厲害 剛剛測試過他直接可以 沒有練過跳高 對他可以直接碰到 而且剛剛有看到大H拿排球起來做一下暖身 他是會打的 哦 真的啊 他剛剛有說他在國中的時候其實是蠻勤練排球的 所以說不定今天的要求比賽可以讓我們有一些驚奇 另外就是Ray跟Lia 對 他們就是我們五年前開始合作的運動員 哦對 對那 Ray看起來也是非常的健壯 對那藍隊我會覺得這次比較偏是健美的這邊 那像藍隊的另外一位Lia 他也是做健美的訓練 對 其實平常都是肌肥大啦 就是為了身材好看就是比基尼的那種 像我們的縱紅隊啊 也有另外一位女生 但他的身材跟Lia就完全不一樣 對小凡的話 不算是大眾女生的身材啦 那但是其實很多健身的男生也會喜歡 比較特別就是他算是雙七啦 也是可以說 雙七 對其實這次他的 無論是核心跟夏盆應該都會 對他這次的紅隊非常有幫助 對 再來就是我們的 四輪 四輪都不用講 就是說籃球然後 一百七十 身高可以 可以灌籃 這個是非常驚人的爆發力 看他這次的那個跳高的能力 會不會對這次比較有幫助 該一的話其實因為上次已經倒過了 他其實也滿過建立也滿過那種運動 就是一個為YouTube而生的運動員 不過說一句老實話 就是上一屆的要牌大賽 然後我後來在賽後呢 我也去嘗試了一下要求 剛剛Johnny你有拿到 非常重 其實他跟我們理解的排球是不太一樣的 要求其實滿有趣的 他你拿著的時候不覺得重 但是別人丟給你說你會驚訝 你會嚇到 所以我們今天場上的六位呢 都是天賦滿滿的 那究竟能夠在這個 這麼特別的賽制裡面 有怎麼樣的表現 那我們非常期待 我們就觀看下去 是 沒錯 該跟你們紅隊有什麼策略 對 我們其實我覺得就是 站穩每一步就好了 不要急 因為我們都是練過建立的 我們力量一定夠 對 我們只要不要急著做要丟的動作 趕快接穩丟就好了 接穩在想 現在不要幹嘛 其實都來得及 接穩 我們接穩就可以了 你要跟誰接穩 哦 哦 不打擾了 你們藍隊有什麼策略 我們第一個策略呢就是要 男生發球 就是 把握每次你能夠得分的機會 也就是減少失誤的可能 對啊 他們從階段我們不能 對 我們發球也不能失誤 所以我們 一定要是很順利的去發球 然後再一點我們大決鬥 就是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子 好好的握到的話 我們會丟遠距 飛超遠 直接對腳球 可是這大概只能用一次 後面就有人 對 好 期待你們的表現 加油 加油 我們正式比賽開始 先由我與大決猜拳 選擇 先攻 剪刀石頭 碰 先攻 其實誰開球有沒有說 特別的影響 因為通常就是會選球權跟選場地 現在蓋伊選的球權 他要先攻 那場地的話其實 看起來是沒有顯著差異啦 先開球可能比較有點信心 直接來了 哎唷 剛剛四輪其實他是想接住還是傳球的 感覺四輪是想要直接用力量把球推回去 好 但是要求的威力應該比他想像的重 對 好 現在打H要開球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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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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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怎麼辦 後面 教練 交給我 後面交給我 來接一下 好 我會先給蓋伊 來 來 蓋伊 就是比較驚豔的 他就先把球接住 不過看來四輪他還沒有反應過啦 就是 他想要直接的把球繞過去 但是還是對那個球的重量會覺得比較重一點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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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打H有很多的假動作 欸 大儀接住了 哎呀 怎麼啦 哎呀 怎麼啦 其實感覺他們可能就是紅隊會想攻 就是 遠的那邊 遠的那邊怎麼講 就是丟到遠 就比較遠的嗎 但是其實我現在看起來會 近的會比較好攻 因為他們在前排都沒有人 OK 這個接著有一點點 遲疑的 OK OK 喔 這個四輪真的是靠力量把球印拉回來 哇哇哇哇 這樣接住 第二球 蓋伊 第二球 蓋伊 蓋伊的腳勾到了 是這樣的情況是 喔這樣的話就是蓋伊這邊的失誤 因為不能碰到去觸到網 OKOK 觸到犯規 我以為 剛剛你看到利亞她接住 接著很穩 喔 對 雖然說沒有直接拋高 但是要求我們目前剛剛講過 是可以接住她 對 喔 小凡 好直接來了 這個 哇利亞你看 真的接著不錯 哇你看 哇 哇 所以不知道小凡的個子是小的 對 你看反而小凡 現在木材還沒習慣那個力度 現在是 籃方開球 天籃 對 一籃是穿著藍色 然後另外就跟 天籃 和諧音 哇 哇 哇 這個籃網失敗 哇 剛一這球很精彩 他想要直接靠他的力量 把球籃截在往前 讓球掉回到藍隊的場地裡面 然後就是籃網得分 那可惜這個要求真的比較重 剛一看起來他的一生的肌肉 還是籃不住這一球 哇 剛一剛一 經過剛剛第一集比賽 你們有沒有什麼修 調整修正的空間 對我覺得還是 球要先弄高 然後要接穩吧 對 接穩無論如何 把球 泡高 就下一個隊友再去處理 就反應是這樣 我們太多是 想要跳起來籃球 但是 你自控的時候真的球接不住 完全接不住 反而要球拍到手 他就偏掉了 對 導致隊友也不好去處理 所以我們 球接穩 接穩 給下一個隊 戰術就是接穩 接穩 我們是天然隊 我們剛剛非常的 自然的就站到我們的黃金站位 有沒有發現 紅隊他們的主將 就是蓋翼他是站中間 但是我們把我們的 女性選手放到中間 這樣子算是什麼樣的策略 這樣是 我要傳給誰都很方便 他們也不知道我要傳給誰 你們這個 然後可能對方 會比較熟悉這個運動 然後想要來殺球 所以失誤的機率相對的 也比較高 而且他們一定會傳給他 這樣Lia有點像是 舉球員的角色 差不多 差不多 可以 然後讓他來去發揮他的幻術 七敵 七敵 再七敵 我們每個人就一直這樣好了 他們就不知道我們要幹嘛 期待你們下一場繼續保持 有問題 加油 好 那我們進行到第二場比賽 由紅隊先發 中 要過喔 要過喔 好 開球了 一樣很好 對對對 他有配合蹲一下 這個可以嗎 手漂亮 如果手超過的話 是不行 但是 如果在空中的時候 我的手 碰到球的時候 是在我的 領空範圍內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有超過的話 就是越往擊球 如果 其實有時候就是裁判最大的 裁判如果沒有判定的話 那也是OK 第二球 哇 真的是很會接 哇 莉亞厲害 哇 果然 我們要球的力量 不是單手就可以把球打過去 剛剛 瑞想用單手把球打過去 就被要球的力量給擊倒了 不過第二局 很明顯看到選手們都有進化 就是他們的接球 都開始用到全球的力量 在接的時候 當莉亞的示範很好 就是他會稍微蹲一下 哎呀 滾一下 哎呀 像瑞這球 他就是硬生生的想要把球接下來 所以就沒有那麼容易 可以控制跟這要求 有時候像這種三打三 就是你想退後的時候 有時候會怕撞到後面的隊友 對 所以像我們在打的時候 可能會區分幾個區域 就像他們現在站的都是前二後一 所以可能左邊的球 就會交給左邊的球員 右邊的跟後面的 這個是出界 對 出界 這個就力度太大了 那以排球的規則 只要是排球的任何一個區域 有壓到線上 那就算是 硬 也算是硬 對 那這球是很明顯的整顆球 都已經在線的外面了 那剛剛得分的是 天藍隊 這個接球 真的是靠這個力量把它接起來 靠這個力量把它接起來 靠這個力量把它接起來 哇 哇賽 這個是雙拳 對 這個殺球很漂亮 排球的殺球 有沒有分什麼 一些名字之類的 還是這個只有動漫才會出現 其實還是會有 排球的話可能會有快攻 然後會殺直線 殺對角 那快攻又會分成 不一樣的時間點擊球 A是快攻 B是快攻 C是快攻 哇這次又是一個快攻 被接起來 哎呀 手滑啦 越來越白熱化了 對 但是我會發現他們 其實目前殺球的部分 還沒有據說選 那個位置 就是把它打過去 對先打過去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 比較容易接到球 這個其實呢 就是殺球的位置 就是我們剛剛在聊的 他其實不是攻擊手 那麼容易控制的 前提是 第二傳的時候呢 他需要給他空間 好好好 所以如果他給的空間 是好的位置的話 那攻擊手 就可以做直線 以及對角的變化 哇直接來 變化 哇直接來 變化 哇直接來 直接來個反擊 呵呵 所以他剛剛用雙手 去把球擠壓過去 是非常漂亮的方法 像那種 足足龍門的 對 守門員把這個球 用兩隻手 打出去 哇 這球很重 剛才就用身體的力量 把它接起來 哇 這樣就可以接住 哇 太貪心了 想耍技巧 想來一個 德國士過肩摔啊 反面的把球丟過去 但是我們真的可以看到 就是利亞他的接球 反而他現在是接的最漂亮 因為他在接球的時候 他會利用膝蓋大腿的力量 往下 完全就 卸力 再把力量打出去 對 開球 這個還帶旋轉 這個是保齡球的技巧 對 哇 這個其實利亞可以不用接是不是 對 這個其實很難講 對 但是其實利亞沒有接住 是因為他是側身的 好好好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的 他是 接的好的時候他是正面 然後抱著大腿力量 把球的力量卸下來 然後他在腳已經是斜了 所以就用手臂 該該該 我們紅隊現在翻回了一層 這一次跟上一次的差異在哪裡 我覺得 畢竟我們都是 運動能力 運動表現還不錯的 所以 我們第一局 就領悟到這些東西 我們第二局就調整 就有進步 用笑聲 用笑聲 對明顯笑聲就比較大 干擾對方 干擾對方 然後我們就 不是吧 明顯我們接球比較穩吧 對 有有有 有站好這球 不要想殺球 這個東西殺不了 很難 就是所以我講的可遇不可求 除非你真的 機會太好 那一球做得很漂亮 對 但我們第三局我覺得我們可以 其實選出一個強勁的球 就是殺球 他沒辦法 用敲 敲不了 你不要一直想要打前雷打 安打才是得分的關鍵 先交往 先交往 再接吻 對 好 那你看我弄完 天啊 沒有 怎麼弄完 我們這一次 最大的就是 我們今天不退讓了 不退讓了 全力殺 全力殺球 既然他們對女生都沒有尊重 對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少林足球 趙薇那一個 有 就是他 太急 我們手補了 欸 所以接著好我們其實 沒有輸的可能 對 都是我們 我剛剛沒有 就是太多失誤 你們的戰略 不是一個team 你們的戰略 下一集把它拿下去 你們的戰略聽起來很抽象 抽象 講簡單一點就是 一直殺球 對 一直換術 對啊 欸 這邊有間諜 修聽 拿球就一直傳就對了 對 我們要一直傳 然後要傳到最後面去 界線前面 好 期待你們的表現 好 現在我們 藥牌進行到第三局 目前我們民術是 1比1 對 第三局呢由我們 天籃隊發球 對 那球 這個 等一下這個小球 欸 喔 現在啦 這個挑釁 欸你剛剛講說 要牌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要頓牌 要頓牌 沒錯 等一下 等一下打完球 要去吃要頓牌 他們現在突然 兩位一起搶球 打完球要去吃要頓牌 哎呀 這球真的太低了 這球真的太低了 其實剛剛 你有說到說 莉亞她就是有 在搬一些重物 重訓啊什麼的 因為她的體型 沒有其他人那麼距 反而會比較用 身體的療療性 去玩這些事情 其實這個跟我們 在訓練保齡球很像 因為我們保齡球的 球重是16棒 也是很重的 那如果你想要靠著力量去打球 那其實是很難駕馭球 反而我們會去借助一些 我們生活上 例如說 提水桶 還是說怎麼樣 真假 就是你們會這樣去訓練 就是會去找出那個 合理的發力點 藉由身體的協調性 來把力量打出去 而不是純粹的靠著 手臂的力量來打球 其實這個跟我們玩建立一樣 就是有人是天生大力 但是呢 有些人是可能要靠技術 對 只要你兩岸都有的話 可能就是有機會 成為一個很好的選手 欸 這個是壓線 壓線 壓線 欸 這個是壓線 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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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蓋毅其實常常跟我在講 就是 所謂的神經連結 就是 就是 當我的 訓練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的神經可以幫助我 每一個肌群做很好的運動 嗯 那可能就是 我們在訓練運動的那種協調性 就是當你的神經連結已經展開的時候 他的效果就會比較好 所以老實說 像四輪跟大二群 其實就是屬於神經連結比較強 對 喔 蓋伊嗨起來了 有啦 他覺得 一面倒的 呵呵呵呵 喊了暫停 就暫停 就暫停 因為我發現 他們很難打我們公眾局中東 對 所以你還開始跳 只要我們發完球之後 我就站前 沒有 我站前 我站中間 就你們可以站面一點 因為我本來還是接後面 對 你接中間 然後我在前面 好 是比一的話 就再拿下兩分 就拿下了這一場的勝利 大H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螃蟹防守法 不知道你能不能派上實際用場 欸 蓋伊這時候放了一個小球 哇 直線 這是兩個PK 哇 老闆成功 哇 大H的J球被蓋伊識破了 哈哈 太強了 這真是驚艷了 喔 蓋伊 蓋伊跟他腳出啊 喔 蓋伊是這樣嗎 有 請看VC喔 真的嗎 檢查一下 喔 現在要來看回放 剛剛那個球 喔 喔 好像 彷彿 好像 確實 喔 確實 腳是 踢到的往踢到的 好眼力 各位 哇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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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分數 剛那一球 確實 腳是觸王了 所以 由天籃隊得分 然後目前比數 4比2 然後藍隊發球 4比4 4 獲得 來喔 蓋伊這球應該是接了一個界外球 喔 這個殺球漂亮 居然被接起來 哇 現在真的白熱化了 大家都很會打了 哇 這球還真的到 欸 現在沒有人申訴 哇 哇 哇 四連走錯位了 終於找到機會了 進攻的智慧 哇天啊 現在這個是打不死的蟑螂啊 是 這個組合非常好啊 因為 剛剛大H平凡的給瑞位球 讓瑞來做進攻 那我們的利亞那個位置 他的接球也是蠻穩的 選手隨著 欸 這個是OK的 這個是OK的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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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像我們在打排球的時候啊 有時候是男女混著打 當然比賽 正式比賽是不會這樣 但是可能一般我們業餘打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規則 就是 男生會避免去攻擊女生的那個部分 現在蓋伊這邊已經是聽牌的 來到第五分了 喔 對方型分別覺得我不知道 喔 直接接住 喔來來 喔 喔來來 喔 隨著 攻擊手瑞的發揮 現在分數已經追到4比5了 我們的天籃隊還落後一分 能不能追成 第五次來給大家繼續 一有未記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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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結束 贏了 可以 對 彈天球沒過 可以 沒過 好 好 彈天球 可以可以 很漂亮 好 那今天的第二屆要牌盃呢 借我們仲鴻隊拿下今天的勝利了 非常感謝今天的參賽者 天籃隊 大H 願意 經過今天 這三局的 呃 要牌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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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有慢慢抓到我們的節奏 更熟悉了 更熟悉了 其實我們應該有一些策略 可以做一點改變 喔 你的意思是 第三屆 就沒那麼容易了 第三屆就好 直接 我們6比0 直接6比0 那我們就第三屆節目 好 第三屆 再來三對三 尬一下 尬一下 很會接錢 謝謝 謝謝 你很會接你 核心很好 你都接高的耶 我都要這樣才能接到 沒關係 我覺得 你真的很會殺 為什麼你這麼會接我的殺球 因為我很會接碗 接著特別穩 啊 太行 好啦 那我們下一次見囉 拜拜 第二屆的藥牌比賽呢 今天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想不想看 第三屆呢 那影片的最後呢 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大家 TimGent的雙十一優惠活動呢 已經開跑 那這次呢 除了有非常優惠的折扣活動外呢 還有 特色新款上架 以及 這幾年來 大家非常喜愛的 經典款式 這次都會 一併捕獲上架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就歡迎上TimGent的官網 自己去尋寶看看囉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紀元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